陈老师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陈老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欧洲有这么多小国 有时候你看回欧洲古代电影 有空无事又一个国家 鸭鸭鸭又是国王 为什么有这么多王国呢? 其实和希腊很有关系 因为希腊是一个由很多很多城邦所组成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本集来说 大概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 又有另一群引勾人多利安人 他们开始南下侵略迈石离各个城邦 他们摧毁了皇宫和城市 多利安人的入侵 令希腊重新回到又封闭又贫穷的时代 令经济和社会十分落后 所以这段时期也被称为 希腊的黑暗时代 多利安人的入侵摧毁了本来统一 而且富庶的麦石离王国 令希腊又倒退文明时代之前 大批居民要离乡别井 希腊半岛不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有一些大江大河 也没有广阔的平原 在这些岛上有很多很高的山 总之周围又分布了很多山岭等等 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岛序 所以古希腊人就被分割在相对独立的海岛和山谷里面 在这麽动荡不安的年代 为了生存 每个隔着山谷和海岛的居民 都在地势较高的山顶上 建了很多城堡 拿来抵缘外地入侵 这些城堡也不断被加固 最后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卫城 以这些卫城为中心 结合周围的一些农村 就诞生了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 当然了 不是每一个城邦都是赌帽地做出来的 有一些是通过征服其他的居民 通过征服去奴役其他部族的奴隶 去建立城邦 例如斯巴达就是这样的城邦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出海去殖民所形成的城邦 当时在古希腊前前后后有200多个奴隶制城邦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城邦就是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位于亚提卡半岛 亦以民主制度和丰富的文化艺术而文明 由于擅长经营海外贸易 到公元前五世纪 雅典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海港 而斯巴达就是以尚母的斯巴达勇士去著称 在此刻 在小亚细亚的另一边 逐渐兴起的波斯帝国已在蠢蠢欲动 大概在公元前五百年 波斯到了鼎盛的时期 甚至还横跨了欧亚非三大洲 由于领土面积大 亦成为了有七十多个民族的大帝国 经过大楼市一世的改革 波斯可以说成为了世界的双刀 来自印度的香料 古希腊的工艺品 埃及的玻璃 都可以卖 经济好 当然想扩张 所以波斯帝国开始了西侵的步伐 其实早在公元前六世纪 小亚细亚沿海的很多城邦 都已经被波斯帝国吞拼了 而这些城邦本来都是古希腊的殖民城邦 但因为地理位置本身就是在小亚细亚 又不是在希腊那一边 所以波斯强大 自然归顺着波斯 这些沿海的城邦可以说是黄金宝地 首先土地十分肥沃 另一方面工商业亦相当发达 尤其是米利都 在公元前1512年 大楼士一世通过征伐 令波斯帝国控制了通向古希腊的黑海通道 这件事令当时古希腊人相当不满 在公元前500年 米利都叛争 联合了很多城邦共同反抗波斯的统治 为了有更强大的后援 米利都的国王向古希腊投助 亦展开了畅达50年的希波战争 今集就先说到这里 我是陈老师 哼里洛达 讲下希腊 我们下集再见